我没听错吧 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 先是考上了北大 又保送成了北大的硕士 最后还上了哈佛 想一想啊 就算是一个健全的孩子 想要上北大进哈佛 那都难于登天呀 这是真的吗 这事要放在三十年前 就是邹宏彦自己 都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从丁丁三岁开始 邹宏彦就带着她去做按摩 而这种治疗性的按摩 可不是让你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啊 这重了疼了 你可以跟按摩师说一下 轻一点 这种治疗性的按摩 必须得有一定的劲道 才有疗效 其中有一个动作叫 卷皮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孩子背后的皮捏起来 一点一点地往前赶 特别疼 每次医生一说 要卷皮了 丁丁都害怕地浑身发抖 看着孩子哭 邹宏彦就问他 你哭是不是就不疼了呢 丁丁摇了摇头 邹宏彦继续说 如果哭能解决问题 妈妈帮你哭 咱俩一块儿哭只要是你不疼 但是如果哭不能解决问题 那你就不要哭 你是小小男子汉 坚持一下 而且你看 今天的皮 卷得特别好 都卷出花来了 结果丁丁被逗笑了 医生也跟着笑了 那之后 无论治疗有多疼 哪怕是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哪怕是疼得直发抖 丁丁都没有再哭过一声 也正是丁丁的这份坚强 给了邹宏彦坚持下去的动力 除了一周三次的按摩 邹宏彦还要每天教丁丁用筷子 别的孩子